第1220集 杀手神朝的重要人物都很谨慎 总会为自己留下一条生路 两个王体都是前人留下的躯巧并非真身 只是以半元神入主了而已 猴子说道 难怪 我说怎么这样说 根本与王者实力不相符 叶凡探出一只大手 剥夺他们的元神 结果两人的头颅 当场全部炸开 瞬间成灰 李黑水叹道 不仅对敌人很对 自己也很啊 一半的元神就这样毁掉了 地狱 人世间 你们不出名 我便出名 叶凡望向远方 声音铿锵有力 两大远古杀手神朝 追杀的磅礴 东方野 吴中天等人死的死伤的伤 失踪的失踪 仇恨早已无解 李黑水问道 现在怎么办 是要开创 旷世大教 还是先去找两大神朝的秘谛 他们一致觉得 而今应该先动用各自的关系 去寻找两大神朝的各种线索 了解个通透 毕竟是古来不朽的传承 叶凡详细说了一个地址 我以前一时欣喜来朝 建了一个矿教 而今迁到了一片绿洲中 我们可以在那里会合 猴子独来独往惯了 但也表示 不久后会感到矿教出一分力 断德更是拍着胸脯说 一定会寻出远古杀手神朝的陵园 挖个底朝天 李黑水 可以去请教十三大口 姬子月与其兄长就更不用说了 姬家多半有绝密消息 东方蛮可以问祖老 大黑狗醒来后 罪意消失了 呲牙咧嘴 咋咋呼呼 询问是谁打了他闷滚 人们一致的指向断德 妈的你们损不损啊 道也我断 断德嗖的一声没影了 第一个消失在地平线上 大黑狗追杀了上百里 摸着后脑勺的大包 无功而返 狡消着将来一定要收断胖子为人宠 最终他们分别上路 丽天与燕一熙对这个世界不了解 两眼一抹黑 只能跟着叶凡而行 叶凡说道 该去环保了 北狱事了 太古诸圣蛰伏功行圆满 吞天魔罐在摇池时 就还给了各自的主人 圣巧也不得不要还回去了 再一次来到青椒王的小世界 叶凡他们受到了规格极高的礼遇 许多古妖都赢了出来 叶凡自不会拖大 该有的礼节都一一做到 而后见到了赤龙老道 又谢过焦王之子青衣 将圣鞘归还 这是一件无敌的人形兵器 妖族虽然豪爽 但是却还没有大放到 将一具圣鞘随便送人 而今天下暗流涌动 随时可能会迎来黑暗动乱 妖族很需要这具圣鞘 以他来催动妖帝之兵 威力定然会成倍的提升 赤龙道人开口 还要如玉回来吗 如果需要 我可以立刻将他从西末换回来 不需要了 很长时间内都不必了 叶凡叹道 向他说了此行的种种 我希望永远无须倾地出事 那天永不道来 说完这些 一叶凡在赤龙老道 双目硕硕的神灰下 站起身来 走出了这座大殿 向外行去 他要去见一位故人 上一次来时忧心忡忡 主要是为戒胜窍 根本就没有多停留片刻中 而今一切终于平静了下来 历天黑黑的笑着 去见什么人 一个妖精 黑黄撇嘴 他并没有忘记 那个名为秦瑶的妖精 当时宫殿倒塌 他因此而被活埋了 清冷的风吹来 叶凡觉得浑身冰冷 登上那座山峰 松涛阵阵 阁楼不再没有一点生气 在那松林深处 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坟 土包并不大 立有一块石碑 清晰地刻着秦瑶这个名字 叶凡觉得 从头梁到了脚 再次来到此地 故人竟已香消玉隐 天人永隔 怎么会这样呢 他一阵失神 而后无比伤感 十几年远行 回归之后 竟只见到了他的坟墓 他呆立坟前 怎么 有一丝愧疚 还有一丝伤感 新年可以多见他几面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回来过 最终 独自横渡心欲而去 一个身穿金色羽衣的少女 出现冷冷地说道 叶凡认识她 名为金燕 是这片小世界的一个妖精少女 当时很惹人厌恶 可是儿今听到她的话语 却生不出一丝的怒气 有的只是沉默 松涛阵阵 此地很凄凉 孤零零的 只有这样一座孤坟 让人伤感 轻微的脚步声传来 三名妖族男子出现 分别为白凤 金羽 苦竹 当年为秦瑶的追求者 叶凡沉默很久后问道 他怎么离开的 事于何时 白凤答道 死去未满二百天 什么 叶凡已呆 这与他回归的时间相访 得惜你回归后 他很高兴 可是很快又沉默了 开始拼命地苦休 苦竹沙哑着声音说道 为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凡看着他 因为你与我们 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修为太高 他拼命地想追赶 结果出了差错 很可笑是吧 金燕擦泪 将几数洁白的话 放在了孤坟前 对于你来说 他可能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算不得什么 而对于他来说 却大不相同 风打了 松涛屋如在悲夜 孤零零的坟头让人赶伤 叶凡呆呆呆地站在那里 如果你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会活得很好 或许已经与苦竹大哥他们当中的一个 结尾道理了 平静的话语在风中传来 犹如刀斩在叶凡心间 让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什么也说不出 只觉得有一股酸色 不用伤感 不用失落 因为没有必要 多年过去之后 也许你会记得他 甚至偶尔还会有些苦涩 但这又有什么呢 他不过是你人生中一段 还算深刻的风景 但风景终究是风景 永远不会是你内心深处 最重要的烙印 过去 金燕很讨人眼 而今却说出了 让叶凡无法辩驳 也不能去辩驳的话语 聚聚见邪 揭开伤口 鲜血淋漓 十二年过去了 再回首 物是人非 松林悠悠 只剩下一座孤坟 再也不能见到 那个女子了 天人永隔 风吹起了苦楚等人 带来的洁白的话 凌乱于坟头 阳路而下 一丝凄凉 几缕于心香 这是秦瑶的一生 谁是谁生命中的过客 凌落的话 冰冷的杯 孤寂的坟 不需要答案 也无需多说 天空中下起了细雨 嬉嬉落落 打湿了洁白的话 冲淡了幽香 多了一丝良意 上次你来 见过赤龙前辈就离开了 都为足足片刻 你师父从没有想起过 此地还有一个故人 一个昔日 有过交集的女子 金燕声音变得很高 似乎很激动 攥着拳头 瞪着叶凡 你就那么匆忙吗 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等你去做 是去补天吗 这里有一个女子 躺在冰冷的棺果中 真的那么微不足道吗 你早已忘记 你哪怕只曾足疗过一身也好啊 金燕指点着她 身体颤抖很是愤怒 一片松林 一座坟 一个人 天地凄冷 雨水落下 夜凡站立良久 此时又能说什么呢 秦瑶已如花儿凋谢 生命走到了尽头 如烟花般灿烂绽放 而后 归于永远的黑暗 与寂静 金燕 苦竹等人已经离去 山上只有夜凡一个人 在沙沙的雨声中 她独怼那座心坟 雨越来越大 终于旁驳而下 将她从头到脚都浇湿 水滴不断落下 脸上也有 她的唇在动 声音沙哑 混合在风雨中 却听不清 她已成就天眼通 可以透过泥水 透过坟墓 见到地下那具水晶棺 那个女子冰冷无声 一动不动 香消欲允 容颜未改 静静而幽气地躺在棺中 近在咫尺却触击不道 如天涯那么远 一不生 一不死 即便只隔着一层土 也难以触到 相隔一道幽明 再也难以拉回来 叶凡坐在坟前 用手贴在泥土上 任大雨 倾斜 打在身上 轻轻地说了一些 一直到天亮 第二日 雨还没有停 只是小了很多 松林中缭绕雾霄 叶凡最后看了一眼 这座坟 一步一步下山 走得很慢 留下了一个脚印 山下 金燕 苦竹等人站立 在雨雾中望来 终于金燕 忍不住 尖声指向他 说了很多 像是在发泄一种愤懑 有些话很尖利 很难听 很伤人 但是叶凡却无法去反驳 有些言语 未必不是事实 戳进了他的心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